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2008年唐朝飞全国乒乓球比赛赛 现在比赛开始 我们介绍比赛情况 以南发球 陈晴和陈启在今天的这个前面的超达比赛里表现得非常不错 尤其两个队员的配合比较默契 陈晴利用他的长焦和正焦在前三板上制造一些机会 然后陈晴用正手大力量来通杀 李平米南在发进寺的时候是战胜了湖北的朱文涛和姚靖文 陈晴和陈晴是战胜了山东的李小霞和吴浩 那场比赛是3比2去的 那发球李平 这发球的整体 这些机会比男打多了 现在混合三打已经进入了前四名男女单打 现在男子单打已经进入前八名 女子单打有七位选手已经进入了前八名 还有另外一位在接下来我们一会去大家现场直播的过程中 将给大家播另外一场16进8的女子单打比赛 就是黑龙江的王璇对其他军队的曹真 各方上打是争夺比赛的最第一个项目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前四名 现在正在进行半叠赛 大家看到陈晴和陈晴江苏对天津的李平和李原 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是山东的邹新和李盛杰 正在和北京的马龙和郭炎 在争夺另外一个比赛成绩 现在第一击打到五比七 现在李平发球 陈起接发球 李南准备上手 五比八 我们看到陈晴的激发球是非常不错 所以导致呢 在这一轮比赛里面就是比较有优势 像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陈起和陈晴就以十比五暂时领先 现在陈起发球 李南准备上手 六比 十一比六 这样陈起和陈晴就以十一比六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美龄携手 李南准一切尽有可能 邀您购上黄金赛场 成功到死才开始 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 首先由陈起发球 陈起在八军四的时候呢 是和陈晴就战胜了三分的一种达合不错 谢谢大家 四面有天津的礼琴发球 我们看到今天陈琴在创搭比赛里面 由于他这个怪拍就是一面长焦一面动焦 加上他是右手本体左手 所以两个人的配合还是比较 三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现在场地上二比五 一面发球 同体就发球 太短 五比三 他往五比三 五比四 现在四比六 已经发球 陈琴这发球 倒起来 陈琴这个长焦的突然的挑啊和拱啊 对对方的威胁非常大 对陈琴创造了很好的角度 这样陈琴和陈琴就以八比四领先在第一局 他们先胜了 现在正在进行在2008年唐乔斌成为空马球锦胶赛 混合双打的半决赛的争取 在另外一张球台呢正在进行另外一场半决赛 就是由山东队的周欣和李盛杰 对北京队的郭炎和马龙 现在郭炎和马龙已经二比零三十领先 五比十 在米南发球 陈琴就发球 这样陈琴和陈琴 他两个人 这和默契对于十一比五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目前二比零三十领先 我准备中的一比五取得很快 主持人 在日本的颜色里面 那个颜色里面 这就是四十领先 那一天 不过来 先准备了 都很准备了 这只是两次 俩的时间 真的很准备了 但是什么 尽情享受生活 怕上火 怕上火和王老吉 怕上火和王老吉 全方位舒适 节能 健康 海性360度全直流变频空调 海性空调 变频专家 HiSense 江苏的陈启和陈勤 是2比0赛事里坚 现在发出的李南 会发出陈勤 谢谢 陈勤高八九 陈勤和陈启的这种配合非常默契 尤其是陈勤 他利用长交 正交 积极的台内抢弓 然后拱 创造机会 然后陈启就杀手 现在李平发球 陈勤去发球 陈勤去台内的侧拉 用得非常好 准确性很高 而且威胁很大 方向不容易判断 刚才这个球呢 陈勤的力量过大 实际上 李平呢 已经跑出去了 位置空了 所以这个球只要打到 就可以 那场球比较3比4 4比3 那陈勤发球 李南勤发球 4比4 4比4 今天呢是 到了这个混合双打的半决赛 这也是第一项目 现在正在比赛的 这就是台自江苏的 晨起和平行 他们的对手呢 是天津的李平和李南 在另外一场球台 是北京的马龙和波炎 在对山东的周星 和李胜杰的比赛 两队胜过 将进行决赛 现在堂上比赛的第五 好的 李平米南 在第三局比赛里边 现在以两分优势领先 7比5 现在李平发球 陈启杰发球 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马龙 说郭炎一对呢 是以3比0 局数以3比0赛里边 比赛才行 7局4胜制 山东的小将 周星和李胜杰 今天表现得也不错 这是江苏队的教理 杨坤宁 在这一段中呢 我们看到李平的上手比较多 而且命中率很高 10比6 10比6 10比4 谢谢大家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邀您贡赏黄金赛场 成功到此才开始 武林汽车 美龄携手CCTV为您呈现乒乓球赛事转播 泽雅而取 上品显贵 美龄雅典纳冰箱 第四局比赛 第四局比赛开始 两方的都是一左一右 这边全体是左手 那边呢 李南是左手 0比2 李平发球 李平在打这个混双比赛里头作用发挥得非常不错 他主要是利用自己的怪板和正交的来回倒板 在前三板制造机会 为陈景创造机会 现在尝试几分0比4 4比0 全身发球 李南计划球 李南计划球 直接找了 加油 那刚才呢 李南发球 陈景切发球的一轮 这个 陈景发球 李南切发球的一轮 对李南他们有利 现在是李南发球 全体切发球 这一球搞得很好 比赛经验丰富 老队员通常打球呢 都是比较强 还是把短的 5比3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3 现在先提发球 先发球 先发球 是李平 还短 陈景调起来 刚才李南的是一个 测切剂 反手推挡的测切剂 现在6比4 陈景这个打法呢 目前呢 也是 在世界范围来讲呢 是一个坏 他是 正手 是正胶 用的是这个 天津的 七二九 802 反手 是长胶 也是七二九 他这个长胶 相对来说比较怪 打起来比较飘 高抛球 现在全体发球 7比6 漂亮 6比6 好的 好的 观众朋友在另一张球台进行的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已经结束了 结果是北京队的马龙和郭炎以4比0战胜了山东的周新和李盛杰 这样马龙和郭炎首先步入了决赛 现在陈晴和陈启在第四局的比赛中也取得剩11比7 目前3比1领先于李平和李安 刻步让运动与众不同 全面增值 全系降价 本堂零九款精心上市 美龄携手CCTV为你呈现乒乓球赛事转播 泽雅而取 上品显贵 美龄雅典纳冰箱 美龄携手CCTV为你呈现买 小声 正既然移动 神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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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神音乐 神音乐 五音乐 他边了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三 一 三 一 三 现在江苏选手陈启和陈晴是4比1领先 这时候呢 天津队的李南和李平呢叫了个暂停 这次进入前八名的 有山东的吴浩 李小霞 刚才这个陈启和陈晴 然后呢有湖北的朱文涛和饶敬文 然后呢还有北京的马龙和郭炎 上海的许新和王大秦 四川的许瑞峰和聂威 山东的周新和李盛杰 刚才呢 北京选手郭燕和马龙已经4比0 清取了这个山东选手小将周新和李盛杰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马龙和郭炎争夺本次比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 现在场上比分5比2 陈启发球 李南杰发球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陈启是一个反拉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现在场上比赛7比3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郭炎和马龙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现在陈启发球 李平调起来 陈启传手拉出输 那前面的四季比赛中 陈启和陈启是3比1算式的冠军 现在第五局是7比4的冠军 现在陈启发球 李平接把球 差跌了 5比7 5比8 李平刚才发球15 5比8 前提这个手法非常细腻 前提打球质量比较高 现在9比5 现在陈启发球 比南西发球质量 那结果李平这个球拉丢了 由于陈启跑过来以后啊 也是碰了一下陈启 所以陈启的胎子也掉在地上 现在场上比赛10比5 到了局底赛点 10比5 6 10比6 向李平拉球出界 11比6 江苏选手 陈启和陈启 就以4比1战胜了天津的 李平和李南 那么这样呢 在混合章岛的决赛 就见由江苏的陈启和陈启 对北京的郭燕和马龙 把这场比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观看 再见 出项 19点 起床 管 联想